Hello大家好,我是充弦老师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是App Inventor跟AI人工智慧的结合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主题是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那Machine Learning呢 我们透过App Inventor网站可以建立自己的情绪 等一下呢,我的表情可以让手机认得 那首先我们再来看这个 首先进行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呢 训练自己的模型 那你要准备一个网路摄影机webcam 接下来呢,打开浏览器就连接到这个网址 classify.appinventor.mit.edu 在这个地方,训练建立自己的脸部情绪的模型 比如说笑脸啦,生气啦,悲伤啦 训练完以后呢,再把这个训练好的模型的答案下载 再结合到App Inventor来 好,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步骤 训练自己的脸部情绪的模型 那我们就连到这个网站来吧 网址在这个地方 那首先呢,第一个步骤他跟你讲啦 Add training data,有没有 接下来select model 第三个步骤动作呢 Add testing data 最后呢 View result 我们先建立第一个 要打自己打哦 打smile 对不对 打完了以后别忘了 Add label 接下来呢 你就要对着镜头 这个是我的摄影机,所以要准备好 笑笑点,这时候呢,你就对着镜头笑 这边把它拍摄下来 要多拍几张哦 好,来开始了 OK 那我拍了十张了,嘴巴笑嘻嘻的 接下来我们看生气的 好 Angry 别忘了要点选 Add label 加进来 接下来要训练第2个表情 叫生气表情 从小之下 瞠目结舌,睁大我的大眼睛 看来进了 好,拍了十一张 OK 那接下来 呃,我们要来做什么 悲伤的表情 记得要点 Add label 到这里来 好 OK 那三个表情做好,smile拍了十张 Angry拍了十一张 那 sade拍了八张 就进到下一步吧 下一步呢 这是挑选 呃 它的演算法的模型 这边当然可以选的 不过 呃,你问我这个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这是 两种不同的模型的一个 演 计算方式 这是演算法 呃,我们简单的说 就点这个就好了 Train model 点一下哦 他开始训练 然后给他一点时间 training中 有没有 就针对 现在这个 呃,这个方式 这种模型的方式 在做 产生自己的模型 这个答案是可以下载下来的 所以装在你的手机以后呢 不管你的手机 什么时候启动这个App 都可以 侦测脸部表情 呃 不是只有做人的表情啊 你也可以训练什么 譬如说 看扑克牌啊 看什么做什么动作啊 可以解很多程式哦 哦 这边呢 再做 完成了 第3个呢 动作什么 请你试看看 好 第4看看 第1个 我现在点在这里 笑脸 对不对 好来 对着镜头再一个笑脸吧 那第2个表情的Angry 第3个表情的悲伤的 好来 那 预试看看啊 predict 来 点这里 来看吧 Smile的表情 它侦测是 哦 Smile这个表情 0.85成 有没有 那Angry 就0.0 这不是Angry 不是set 来下一个 哦 Angry 辨识率0.95 OK 接下来呢 set的表情 0.5 至少都OK了 好来 看起来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已经完成了四个动作了 训练 自己的表情 选择 模型 第3个做测试 接下来看了结果 最后就选这个了 Download model 点起来 好 那这个model.mdl 就是 充弦老师训练我自己的表情 那你在训练这个其实你可以给他 各种不同的东西 也不是只有三个哦 你可以给很多个 比如说如果 这个 控制汽车 也许你可以训练 那看排卡 一前进 二后退 三左转 四右转 五停止等等 你可以准备五张扑克牌 12345 或者其他的 通通都可以 好 那这个待会就请各位先训练自己的模型吧 我先训练自己的模型